好吧 哈馬斯領袖 因為在德黑蘭議員 伊朗怎麼辦 可能會逼他自核武 他本來就搞一半了 因為搞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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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議 他就停了 現在把他協議停了以後 他搞不好又再來做 絕對不會 不敢講 他搞不好偷偷地做 他有一些科學家也不錯 雖然有些被以色列炸死了 美國說我不自信也不參與 沒有人相信 以色列做任何事情 不跟你美國打個招呼 就直接去炸了 尼泰爾會不會這樣吧 有可能 我覺得美國自己說不知情 為什麼沒有人相信他 那專家說美國在中東全力真空 所以衝這個衝突可以升高 而且第一天以色列說 我們不知道誰去炸 昨天證實 證實就是我們擊殺的 那個是戴夫 那是另外一個 軍事收腦 這是我們擊殺的 那另外呢 這個曾祖黨也說 以色列越過紅線 這件事情我覺得讓伊朗現在是他被羞辱式的 讓哈尼亞在伊朗德黑蘭被暗殺 然後現在伊朗的頭痛非常非常的頭痛 他召集了他的這些小弟們 黎巴嫩 真主黨 葉門胡塞武裝 伊拉克的抵抗組織等等 要一起來開會討論 然後決定要採取什麼樣的步驟 這個作為什葉派的領袖 阿拉伯地區的這個領導人 你在你的國家裡面遭遇到這樣子的一種羞辱呢 你如果不採取這種適度的反擊 而且要讓以色列會痛 那這個伊朗怎麼還繼續在這個中東地區 在這個什葉派裡面維持他的這個老大哥的這個地位呢 可是問題是說你打了之後呢 如果真的能夠會讓以色列痛 以色列必定是報復的嘛 背後還再加上這個美國在內的話 伊朗呢承受不起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伊朗來講呢 是一個很尷尬的一個處境 比較有可能的呢 是讓這個黎巴嫩真主黨 在這個邊境之內呢 然後採取一些協同的動作 然後對這個以色列呢 採取比較致命性的這個攻擊 然後呢把這個盡可能的 不要讓這個衝突呢 擴大成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間的全面開戰 那這個中東的局勢 所爆發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後果呢 所以以色列他現在 不管是武器或是各方面 他是承受不起的 他也承擔不了的 雖然說呢 伊朗的最高精神領袖呢 已經把話放出去了 然後親稱也升起了這個紅旗 就是要對以色列報復 而且也下令呢 在這個伊朗的境內呢 要做完完整的這個防禦 就是防止這個以色列的攻擊嘛 但是呢伊朗是承受不起的 所以說為什麼會在之前的時候 就先放話說 我要對於特拉維夫和這個海法 第二大第三大城市採取攻擊 但是要盡量的避免人的傷亡 就是希望說不要一發不可收拾嘛 可是關鍵呢現在在於就是說 美國又變得很難處理了 這個納坦雅胡呢原本呢 他一直不肯在這個談判這個地方呢 採取這個讓步 本來美國是很頭痛的 美國呢是一直不斷的給他施加壓力 可是因為黎巴嫩真主黨呢 去炸了這個戈蘭高地 然後12個這個小朋友這樣的死亡 就又讓這個以色列呢逮到一個機會 對於黎巴嫩呢採取報復性的攻擊 而且你看他這一次的這個報復性的攻擊呢 他的整個的綿密的那個計畫呢 是非常的緻密的 剛才這個大佬說到底是一種延續性的 還是一個新一輪的 我覺得都在他們的盤算之內 你看像這個軍事 哈馬斯的軍事領袖大夫 是在上個月的空襲裡面呢 被炸死的 然後這個哈尼亞呢 如果說紐約時報的報導消息是正確的話 因為紐約時報那個報導裡面講說 是伊朗的兩名官員 看過的那個看過那個爆炸的那個報告 告訴這個紐約時報的 他們說呢 因為他是那個大樓受到那個破壞 而且很針對性的 就是那個房間受到破壞 並不是像是個導彈襲擊的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兩個月前就放了 就放了炸彈在這個地方耶 那你這伊朗革命衛隊 這你在你的招待所裡面被遇害 那伊朗革命衛隊 完全一整個是被 被整個莫薩德組織給打臉了 這個對於以色列以色列來講呢 他還了他還了 他也是洗刷了他們的這個恥辱 當初哈馬斯對他們這個攻擊的時候呢 這個莫薩德完全都在狀況外 那現在美國怎麼辦 美國怎麼樣能夠控制這個局勢 不影響到未來的民主黨的選舉 很頭痛啊 我們看一個結果 今天亞洲的股市 我們現在講歐洲 歐洲現在還正在開盤 台灣跌了一百一千多點 香港跌了兩個多點 日本跌了更多 兩千多點 油價呢 現在比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漲了五成以上 沙烏地阿拉伯說 減產 禁運 這就促成事就亂吧 既然你美國放 我是覺得了 以色列這個行動 美國一定會知道 你美國既然要放縱以色列這樣 我讓你全球亂吧 所以這個最後的結果倒霉的是 是我們這些國家 大家統統更是倒霉 那這個事情我是覺得 不管是民主黨 美國民主黨 共和黨 都很難處理這個事 因為猶太人在美國控制了太多 太多的事情 不管華爾街 不管是媒體 不管是他的捐款 這兩個黨都不會對以色列下重手 以色列可能也看準了 你美國就不會對我下重手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局勢可能會 還會再往下惡化一段時間 但是平常講 美國你真的要想想 你真的你真的願意全球在萬一中東發生一個再大眼的這個這個這個衝突的時候 這全球你美國能夠控制得了嗎 美國是不管這些 我覺得這些政治理系都不管這些 包括以色列包括哈馬斯也都不管 我炸你十二個 我知道你以色列一定會報復 我炸你一百個 我也知道你以色列報復 報復 報復 死了老百姓啊 當然他頭頭也死了 就大家都知道結果是什麼 但是就是這樣幹 政治有時候很奇怪 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那個美國這個卡特曾經講過 美國的兩百多年歷史 只有十六年是沒打仗 美國是一個好戰的國家 全世界發動戰爭 美國到現在打了四百場戰爭 大大小小在全世界 你你近的不要講別的韓戰 越戰 什麼柬埔寨 伊拉克 記得很清楚嘛 美國在號稱在全世界有幾百個基地 真的連大大小小基地有四千多個基地 打就打 他們就靠打一戰仰戰 打是怎樣呢 我哪怕打呢 不怕我的軍工負荷體產業 因此大好你們通通過GDP 2.5%以上 然後多了錢幹什麼 買美國的武器啊